欢迎收看数学很简单 我是张老师 那现在我们要上的是那个 男一版的二之一 平方根语境试词 好那我们是延续刚才前一堂课 现在接着是把要嚼的是男一的数学 好那这边的话呢 有东西我先提一下 因为很重要 同学啊你比较一下这两个差异 这两个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差 但实际上差很多 这两个差异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异 在我们不知道A的指示正负号的时候 这两个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首先第一个呢 根号A的平方是谁 这个A一定要正的 因为在国中阶段这个A是没有负值 我们都不讨论负值 如果是没有负值的话 那根号跟二次方是可以抵掉 抵掉就是去掉了 然后去掉之后剩下谁啊 就剩下A 这个A呢我又确保它是正值 它不会是负的 所以答案写A就可以 那这个就有问题 上面这个 为什么什么问题 当你根号里面写A平方的时候 这A可能是负值哦 你说什么可能 不是说不能写负值吗 老师你乱来哦 其实不是说在这里哦 如果加上根号负2的平方 我问你哦 我会有没有违反那个计算的规则跟原则 其实没有耶 为什么没有 负2平方变什么东西 诶正式啊正的啊 正的开根号不是没问题吗 对所以 你要变正式之后开根号变什么 变成2嘛对不对 负2平方是正式啊 4开根号不就2 好 那回到这边来哦 如果我们加上根号跟二次方抵掉 你写负2啊不就错了 他是正2不是负2啊 所以在我无法确定这个A 到底是正值或负值的时候 这样的写法 你就要写绝对值的A 我确保A一定要正的 就是说我这样出来结果 这个A一定要正的 因为A不能是负的 我也不知道A是正还是负嘛 所以为了确保他一定要正 要加绝对值的A 这个就不用加 因为这个A一定要正的 他就根号在里面就放个A嘛 没有平方啊 就是A一定要正值 所以二次根号抵掉答案就是A 这两个同学可以抄下来做个补充 因为我们在补习班 或者是在很多私立的学校 常常会在讲这个东西 那会考不会这样考 我倒觉得 应该是不会这么刁啦 但是很难说好不好 所以还是把它抄下来补充一下 好那这个讲的就是那个 根号里面有二次方的时候的 一些处理的原则 如果二次方在根号里面 记得开根号跳出来 一次都是正值 随便绝对是A 因为我无法确认A是正或是负 但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A值一定要正的 所以二次方刚好抵掉答案就是A 这个就没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在 我们那个 南一席做 页数应该是第二十页嘛 他这边有几个小题目啊 来一顺来做练习 那么第一题 他就问说 根号五的平方 答案多少 同学你自己写了 第二题 根号一二一 因为简单我们就做一次回答好了 第三题 根号的 十九分之七二次方 第四题 根号 三分之二 外面在平方 这看起来这都蛮好写的 好再来第一个 看第一题 第一个呢 根号五的平方多少 二次根号底掉 就这样画就好 答案是五 你说真的可以这样画吗 其实是不妥啦 但是我觉得这样教比较快 再来第二个 根号一二一 一二一谁平方 十一的 所以呢 根号一二一多少 答案就是十一 好第三题 根号跟二次怎么样 根号二次不底掉 画掉 所以答案是十九分之七 好第四个呢 二次根号画掉 所以答案三分之二 至少是我们会乱画 其实没有乱画 我们有说过 那个根号是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用这方式处理会变得比较快 好 你们也比较容易选嘛 对不对 好看那个第二题 比大小 好这个比大小有技巧的 来我们看那个第二题 我教你技巧 教你方法 下次你再遇到各种题目的比大小 遇到根号的你都会处理的 好 所以这一题可以学到很多题 你不要只学一题而已 把这个方法学起来之后 很多题目都可以使用 根号的五分之十三 二 根号的三 根号二 糟糕了 会不会字写太大了 人家写不下 你看 这里面有个特性 大家都有根号 他没有他没有他很不合群 他就没根号 对不对 把它加根号 有没有说乱讲 你不要加根号变根号 不是啊 二的平方是不是 所以 根号四开出来就是二 所以把它改一下知道吗 把它加平方之后给它根号 所以变成根号 根号四 根号四写出来之后比大小好比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都说过 那个根号里面就直接看数字 里面数字越大根号出来就越大 对不对 那很明显嘛 四大于三大于二 所以排会这样排 可是那个有个问题啊 这谁啊 这看不大出来 把它改代分数 代分数变多少呢 这个变成根号的二又五分之三 二点多 好开始排了 可是你要注意 你排大小一定要忠于题目的原位 就是排题目的原来的东西 现在是四最大 大于三 然后大于他 最后大于这个二对不对 那四的前身是他 所以你要写二 二会大于 再来是要写三 根号三 大于根号三 再来是这个 不这个你要写题目给的 所以大于 根号的五分之十三 最后大于谁 这个根号二 所以排大小的时候 记得你是要写题目给你的 不是写你后来整理好的 这样知道吗 叫忠于原位 要写题目给的 这是第二题排大小 好 这样我们看那个第三题 他说描述是错的 针对根号八十五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他就写了一堆很 莫名其妙的东西去干扰你 问你说把错的挑出来 那应该是蛮好挑的 来看那个第一个 针号八十五 针号八十五 在不管他题目写什么以前 同学问你 针号八十五 我们后面就学到十分毕竟法了 你认为针号八十五 在哪两个连续的平方数之间 好我们这样想 八八六四还没有到 九九八十一快到了 九九八十一 所以针号八十一 对不对 九九八十一 还有谁 过来就是十 十不就一百 针号一百 你就说你会发现这个八十五 它的值就介于九平方 跟十平方之间 就八十五这个值 它在九平方十平方之间 所以针号八十五开出来 它就大约是九点多 就是针号八十一开出来是九 针号一百开出来是十 所以针号八十五的值 它会介于哪边 介于九跟十之间 这样的写法 我们就称之为十分逼近法 先逼到整数位了 所以九点多 它的选项何者错的 A他说针号八十五大于零 都大于九的但大于零 所以A没有错 你说A是错的 应该大于九 不是啦 它大于零就包含大于九 有同学思考很奇怪 A选项他写根号八十五 大于零 你老说错 那不是大于九吗 怎么大于零 这大于零就大于九 这不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不要那么拘泥 这样容易是吗 第二B他说 根号八十五跟根号 负根号八十五 都是八十五的平方根 八十五的平方根 开根号加正负 所以正负根号八十五 这样的描述方式也没有错 所以那个B也对啊 其他说根号八十五小于九 没有了耶 是小于十 它是大于九 所以C是错的 祝他说根号八十五大于八 大于八也可以啦 所以只要是大于九 大于八也包含大于九 所以答案就选的是C错 因为它不是小于九 那这是那个我们做 南一的平方根 语气词词的第一页 好翻过来第二页了 那这边呢就是使用那个 十分逼近法的写法 来写出那个答案出来 然后昨天有教一套 那个十分逼近法的一个 标准模式的写法 那个写法其实很容易学 那个把它学起来就好了 那它这个的写法也OK啦 因为是引导你说 怎么去写出十分逼近法 我怎么知道开根号怎么开 都是用这种很苦的方式啊 把它完成的 有多苦呢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四题 它说因为一平方式一二平方式四三平方式 三平方式九四平方式十六 所以呢根号十一 它会介于哪两个平方数之间 三三九 四四十六 九跟十六 包含了十一 对不对 九开根号变什么 变成三 四开根号呢 而十二开根号变成四 所以 刚号十一第一个 你会逼到整数位是三跟四之间 好了再来第二个它说 它有写了 三点三的平方 我写给你三点三平方是 一零点八九 三点四平方 一零点五六 就够了啊 为什么说够了 因为十一就卡在中间不是吗 我们所谓的十分兵就是说 你长到下一位的时候是三点多 这题目它给你说三点三平方 一零点八九 还没到十一 三点四平方 一零点五六 又超过爆掉了 所以刚好你十一就卡在这里 十一卡在中间 对不对 十一是卡在这两个数的中间 所以根号十一 我们下一步在用十分比进法的时候 在比下一位 它要介于三点三 跟三点四之间 因为三点三平方是一零点八九 刚好一零点八九等于三点三 对不对 刚好一零点五六等于三点四 所以 刚好十一就卡在这两个之间 好 这来他引导你啊 下一步他说 那我又知道说 三点三五的平方 是一一点二二二五 所以刚好十一的近视值 你要怎么写 近视率多少 他要取到小数第一位 取到小数第一位是要看第二位 那你看第二位都看这个东西了 你看这个等于这一个 这是不是大于十一 很明显嘛 这个会大于十一 两边同时开根号 我取这两个 这里开根号 这里开根号 所以开根号二次方不见了 三点三五 后面开根号呢 根号十一 我们就是要问根号十一 要不要注意到 根号十一比他小 那比他还要小的话 会进位吗 那就不会了 所以你根号十一 十分逼近法 逼到小数的第一位 你不能进位 你要写三点三 无法进位 什么时候要进位 如果我们今天判断出来说 这个根号十一大于他 都比他还要大 当然要进位了 所以变成三点四去了 而且我们现在因为说 三点三五的平方是一一点二二五 两边同时开根号之后发现 三点三五是大于根号十一的 比根号十一还大 所以根号十一比他小了 所以就不能够进位 所以答案三点三 这是这个第一四题 这逻辑有懂吗 如果很难懂的话 老师还有录一系列 那个十分逼近法的做法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 那个课程里面有 至少讲了三题 你去看一下 那比较好学 好 再看那个第二题 按计算机 计算机 哦还在 我拍下那个 第四之二的第二题 他要按计算机 计算机呢 去按到这个 按多少 按刚号十一 就我们刚刚那一题 刚号十一 要按到第几位 他是要按到小数的第三位 那我们这些计算机要超到第四位去 好 来怎么按呢 我把我的粉红色的可爱的计算机 拿出来了 这个 有时候这拿出来之后 那颜色跑掉了 十一 在这边 开根号这个东西 看到开根号有吗 按下去 3.3166 至少超市 3.3166 3166 那因为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三位 第三位当然就看下一位啊 要不要进位 要 四捨五入嘛 进位 3.317 好 所以刚号十一的近视值是3.317 好 同学好 我们现在上的是南一的一个习座 好 后面就不问好了 来看那个第五题 好 好第五题要发现 诶这题我们刚好写过类似的对不对 我刚才写比较难的 我刚才写的是分数的 现在这个是 还算是整数的 来 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一题 第五题 5-1 5-1 他是说M是整数 而且呢 M会小于 根号180 小于M加1 好 好 那这样子M是谁 那我们开始就背 背什么呢 背以前那个 没有背过的 11平方多少 16平方多少 一直背到18以前的 16平方256超过 11平方121 12平方144还没到 13平方是169 等一下我发现我皮肤颜色很奇怪 我把它校正一下 不爽颜色怪怪的 好 这样应该比较 好多了 继续 那那个 我们刚刚说 11的平方是121 12平方14 13平方是169 14平方196 13的平方是169 14的平方是169 14的平方是196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169 对不对 写底下 这是196 所以你180 是不是卡在169 196之间 对对对 对吧 因为 所以 180 它是卡在这两个数之间 没错吧 180 比169大 比196小 好 这个时候 同时都开根号 你会怎么写 开根号之后 13的平方变13 开根号变根号180 开根号之后变什么 变14 没有 十分逼近法的写法 那这时候m是谁 m就是13啊 所以13加1变什么 变14都符合了啊 所以他第一题问你说m多少 m答案就是13 好 这是我们在写的 第五题的第一小题 好 看那个第二小题 一直拿错本 我把另外一本拿走了 我刚才一直拿到康宣德 我现在交难易了 好来看那个第二题 第二题的打新号 棒棒题 好 我先直接做第二题 第二题是说呢 根号的180加m 开根号开出来是整数 正整数啊 那m的最小值是多少 要开得出来变整数 然后m的最小值是多少 这是我们这样想 根号180加m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刚好说 根号180 根号180 我们刚刚做的时候 他是多少 大约 13平方196 10的平方 不是 13平方169 14的平方是196 13点多 近似于13点多 下一个整数不就14 所以你要加m的话 那应该是符合14 只有14的平方是多少 196 那我就很希望说 180加m等于196 就开得出来了 所以180加m等于196 那m多少 m答案就1过来减 答案就16 所以m是16的情况下 两个相加 变根号196 根号196开出来被谁 答案就14 变这样子了 这逻辑会太快吗 所以要说 m的最少值多少 答案就是16 我问你说 开出来是谁 开出来是谁 如果我问你 这开出来到底谁 m16是答案 如果又问你说 开出来多少 那你就把它带回去算了 根号的 180加16 根号196 196开出来谁 答案14 因为我们就故意 把它量身定做了 其实答案直接反射到14 怕你们想不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写 就故意再写一个验算动作 确认一下 好 再来看那个 根号a的平方根意义 来 我刚好说 在那个昨天 昨天我们有讲 只要题目有说平方根三个字跑出来 你才需要加正负 知道吗 1的平方根 正负1 9的平方根 正负3 25平方根 正负5 100平方根 正负10 对不对 那 负2平方根 没有 老师有说过 负数没有平方根 对不对 我喝水一下 我把水拿过来好了 就不要走来走去 这是我的玻璃杯 我很喜欢这杯子 有没有 我没有卖杯子 很喜欢这杯子 应该有洗干净 看起来有点脏 好 这杯子 你们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双层隔热设计的 它是隔空气 所以这里面是空气 那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里面装热水 我这样握它 我不会烫到 因为它绝圆的 热不会跑出来 如果里面是放冰水的话 它可以维持比较久 外面也不会结那个露水 因为它是双层玻璃的设计 可是我没有卖 我只是觉得这不错用 来看第六题的第一小题 下列各数的平方根 第一个问你说 64的平方根是多少 64的平方根 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写说 等于正负更号64 所以我就画个箭头 代表说我们是要回答 这个64的平方根 要求平方根 很简单 加正负 加根号 所以 第一个要先加正负 再加根号 把它抄下来就对了 所以 你要问64的平方根 就给它加正负 加根号 就对了 那更号64多少 答案是8 所以叫正负8 所以我们说不能这样作答 同学注意一下 你需要写考卷的时候 你没有说老师问你说 64的平方根多少 你写64的平方根 就等于正负8 因为正负64 正负8 这样写不对知道吗 因为这等号不成立 64怎么等于正负8 那就不对了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写知道吧 所以你的表达分子 你是要表达说 64的平方根是正负8 这样写 不行 你要加中文 64写中文的平方根 等于正负8 像我不想写中文 我就可以写个箭头 我就意思是说 64的平方根 就是正负吧 好下一题 0.64的平方根 0.64的平方根 一样 一样怎么样 一样就正负加更号 正负更号的0.64 这里我们在前一堂课有说过 遇到这种题目 你要把它变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到底0点几 你要写0.08 还是0.8 你很挣扎的时候 你就把它写分数 它变成分数的根号 百分之64 开根号可以分开开 分开开是所有分子分母分开处理 分母100开出来多少 10 分子64开出来是8 十分之8变小数 正负0.8 基本上 他问小数 回答小数 他问分数 回答分数 这样知道吗 所以0.64的平方根 叫做正负0.8 好写的比较长 再下一个来 他问的是1又百分之21 这个的平方根是多少 一开始都比较不会刁难你 所以都可以处理 马上写为正负的 马上加正负加更号 只要问平方根没有第二句话 马上先加正负再加更号就对了 把它超过来 它是1又百分之21 那这样的写法不能开啊 你要把它整理啊 变假分数 假分数它变正负的根号 1百分之121 没错吧 1又百分之21啊 你把它做假分数啊 所以更号的1百分之121 所以要变多少呢 100开出来是10 121开出来是11 所以答案是正负的10分之11 你说那要写正负的1.1吗 不要 因为他问分数啊 你就回答分数知道吗 好 好 再来下一题哦 我下一题最好最好写的 跟你讲这个是超级好写 根 它为17的平方根对不对 怎么写 你就写这样子啊 正负加更号啊 更号17 那17又不能怎么处理 就不要处理啊 就不要管它了 所以就还是这个了 这最好写的 好 下一个来 第五题 他说2的4次乘5的4次 2的4次乘5的4次的平方根 好 你要怎么做 一样不管 正负加更号 所以等于正负加更号 24次乘54次 老师有说过那个开根号 开根号 它是次方减半 乘二分之一来就减半嘛 所以减半呢 24次变2几次 22次 54次变什么 变52次 那把它乘出来哦 正负多少 224 525 4乘25 答案是100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100 正负100 还没完 还有呢 再还有一题 第六题 我把它写这里 好 第六题呢 它是说 那我现在要存的是22次 乘3 4次 乘7 2次 的平方根 好 这样出同学会害怕吗 也不会吧 开根号加正负 正负加根号 你要问它的平方根 你就加正负加根号之后 里面全部照抄 22次乘3 4次 乘7 2次 结果呢正负还在哦 那开根号怎么样 等于指数要减半 22次减半 2一次 3 4次的减半 324 减半是因为开根号本身是指数乘2分之1次方 开根号的动作啊 是全部的2分之1次方 所以分配下去之后 这个乘2分之1变1啊 这个乘2分之1 就除2吧 等于2 这个乘2分之1 就变7的一次方 再把它算出来 多少 2339 9763 63乘2 126 所以这里答案正负 正负126 所以这个的平方根等于正负126 以上这个是讲平方根的问题 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对不对 没有继续哦 继续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南1的书席2自1 的第7大题 好可以啦讲的完了 剩没多少呢 讲完之后我们下礼拜就没上课了 我们国二数学就到此告一段落 到此告一段落而已 等到段考之后 我们再来去排下面的单元 因为我们他通常是这礼拜段考跟下礼拜段考 所以预计会两个礼拜 我们数学就开始 好就先暂停一下 好 好会不会太想我 应该是不会 我们最讨厌看到数学老师最好都不要出现 好来 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个第一题 好第一题的话呢 这边是要求各个平方根的值 那我先把题目烧下来 因为我觉得题目也简单了 我们就很快的把它写出来做练习 等我一下我把它操一下 你觉得简单会写这些 如果你手边刚好又不是这个版本的 你就没这题目的话 你可以把它操下来做练习 嗯 操错了 好这边是2的2的2次乘上3、4次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道题目 那么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呢 他是要求-169 169你有背过吧 169谁平方 169是13的 13平方是169 所以这开根号出来多少 答案就-13 负的还在 刚好169变13 再来第二题 那1.69呢 我们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16913的平方 可是他两位小数啊 答案就1.3 1.3平方变两位小数1.69 第三题怎么做呢 分子分母分开来处理啊 分母25开出来答案是5 81开出来多少 答案是9 5分之9 好第四个呢 就是开根号次方会减半 所以2减半21次方 三四四减半324 324是9啊 29 答案就18 所以第四题答案是18 以上是我们在做答案 第七大题的部分 好的翻过来 我们看在第八大题 刚好赶得上吃饭 中午了 好来继续 然后把这也讲完 就休息了 下午应该不会排课啦 因为我发现有国一也剩不多了 所以国一的课程 我礼拜一再教一教 应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不要太累喔 那个不是不要太累啊 就是安排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喘气一下 喘喘喘喘喘一下 不要那么累喔 然后第八题喔 哇这有图耶 这个是我们在讲那个 男一的席座素席啊 好它上面有个图 他说 我的体重已经60公斤的 这样会不会过重呢 我觉得是不会啦 像我就已经超过60很多 他是说 再来呢 他说 呃这时候呢 就要看身体质量指数BMI 那强哥喔 你知道你的BMI多少吗 他说我记得我的是20喔 好这样的话就不是体重过重啦 你只是太高了啦 好 太高也不错啊 太高 好 所以人越高体重越重很正常 人不高体重很重 像然后这样子就不好 那他说 根据上图啊 强哥的身高大约多少 哪里有写啊 哦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哪里有写身高 没有写身高啊 体重60公斤 所以我们要去推身高咯 要自己推 要怎么推呢 用汽油怎么突然围身高 他这边给了一个BMI指数 同学也可以自己算一下 他的算法就是说呢 这个分母的位置是身高 身高要写H啦 身高的平方 身高单位是公尺喔 然后分支体重W 体重W是公斤 来用把它写一下 这H是身高 他单位用的是公尺 那体重单位用的是公斤 这叫BMI指数 那么根据这一题喔 他有说 他的BMI指数是20 所以BMI怎样 就是20 20会等于 而身高多少我是不知道啊 对 他只说体重多少 体重是60啊 所以这边这样写喔 分之60 我说这个球出来结果就是20 那他的身高是多少呢 来我们去算一下喔 啊怎么算呢 首先喔 呃这个是1分之20 对不对 其实有一招叫做交叉相乘的 那怕它乱乘啊 你们同学搞错喔 为什么要这样乘你也不懂 所以我们就 按部就班来 等于是区分母的概念了喔 那区分母之后呢 两边都乘H的平方 两边都乘 好那乘完之后呢 这个就变成20H的平方 这个乘H平方只有60留下来的 可是我是要求H的平方是多少 所以20过来除20 所以H的平方就会等于3 这边这样 那谁平方等于3 那这有个数学的问题喔 这不就问平方根吗 可是我们的身高本身是 没有负数 没有说我今天身高是-150 那什么东西啊 没有身高取负数 所以这一定要取正值喔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好了 因为H要大于0 还是我写完整啊 这个时候H答案多少 等于正负更号3 就是说 他是要求他的平方根 所以 谁的平方变成3 3的平方根 就是正负更号3 正负更号3 可是要写负不合 因为身高是没有负的喔 好再来呢 更号3的值多少呢 更号3等于多少 按计算机 计算机 按一下 我自己按好了 我自己按自己回答 来 所以3按开根号 1.732 1.732 他到底第几位啊 有没有说 也到整数位啊 1.732 差不多啦 公分啦 因为我们现在是公尺喔 怎么长这样子 不是啊 这个是公尺耶 公尺要变公分 你要怎么样 你要再乘上 100 这个要写近似 我现在变单位 这不要写近似喔 乘100 173.2公分 那不用近位了啊 所以近似于多少 这要写近似喔 173公分喔 所以他的身高是173 这是第八题喔 强哥的身高173 讲八题 好的回到这边了 刚刚老师说 他是可以使用那个 交叉相乘来求解 交叉相乘是说 这两个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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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相乘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两个相乘就是60 所以交叉相乘的概念 是源自于区分母啊 这样懂的意思吗 我能把分母去掉 所以乘h平方 就变这样子了 可是有时候 因为这个分母不是1 你变成区分母不好去 所以我们会简单说 就是使用这个交叉相乘 就是当你分数等于分数 要写一下好了 因为这一章蛮好用的 下次你遇到分数等于分数 a分之b等于c分之珠的时候 没有 所谓的交叉相乘这样子 这两个互乘 会等于这两个互乘 这小技巧啦 学起来 a乘珠就是a珠 等于这b乘c 叫bc 这样会成立喔 这样知道吗 再教你一个小技巧 学起来 因为很好用 所以这题我们刚才也可以这样用 可是我刚才怕你们听不懂 所以我就使用区分母的方式 好再来看那个 我就会开始搭舌头了 去看那个精熟练习 我们还有下面一些题目 把它上完就下课 有时候讲话讲太快了 像寒鲁蛋一样 就是讲话都口齿不勤 我尽量把那个咬字咬清晰啊 不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的本身的舌头问题 不灵活 然后有时候讲话都不是很清楚 那必须要跟我的课 跟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听懂我讲什么 所以你们可以上到现在不简单 因为通常听老师的课 第一堂课 会觉得老师咬字没有那么清晰 我也发觉我有这个问题 可是已经发觉很久我改不过来 可能是人太懒了 有时候人懒的时候讲话讲什么东西 那个舌头就很不灵活 来第一题 他说3X加4的平方根是正负4 那X是谁 那这里我们刚才在那个做难一题目有做类似的 好不好写好写啊 你不要看前面这种东西了 你把它挡起来 把它遮住不要理他 遮起来不看他 他好说3加4的平方根是正负4 你想谁的平方根是正负4 你就想谁的平方根正负4 不就16的 你怎么知道是16 把正负4平方 正负4平方之后变谁啊 变16 所以16的平方根是正负4 16的平方根才是正负4 那你也是正负4 那你不就16了 对所以他是16 所以3X加4 就等于16 因为也只有16的平方 可是正负4 这样有概念吗 好 那为了要出X加4 那4一个来减4啊 所以3X加4等于12 所以S多少 答案就是4 所以他问你S的值啊 答案也写4 好换下一题了 呃 来下一题 根号3X加4的平方根是正负4 的平方根是正负4 好 这题有意思啊 我写完整啊 第二题 第二题 他题目是说 根号的3X加4的平方根为正负4 这样题目完整吗 完整哦 好来继续哦 因为他有说那个 等一下我按到东西了 好不好意思啊 耽误了一下 那个他有说 塞尔加4的平方根是正负4 我跟你讲啊 你把前面那个全部都遮起来 遮起来就说 你就拿个橡皮刹把他挡起来 把这边挡起来 不要看 不要看 先不要看哦 不要看 看了会痛苦 先不要看 呼呼吸他 你就想想 谁的平方根是正负4 那很简单嘛 怎么样 把正负4平方 所以正负4平方之后 等于多少 等于16 对 你就想简单啊 16的平方根是正负4 这边挡起来 把它拿走 拿走之后你看哦 诶 这就是16的位置啊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根号 根号 的3X加4 你就等于16啊 还在装 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说嘛 把它挡起来之后发现 诶 谁的平方根是正负4 答案是16的啊 16的平方根是正负4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16嘛 所以全部都是16的意思啊 所以你全部等于16 那要怎么求他哦 我们有个方法 平方是根号的杀手 记得哦 平方是根号的杀手 你就给他平方下去 平方 杀他哦 平方 要平方一起平方哦 因为平方是根号的杀手 才有需要把根号都去掉 那平方之后变什么 变3X加4 16平方多少 256 对 把4移过来解释啊 所以3X就等于252 求X而解 3移过来去除以3 除以3 3824 3412 所以X答案就是84 那这是那个第二题 这样OK吗 OK哦 那我们剩下最后一小题了哦 好 这一小题之后 我们就让各位解脱了 就可以去吃饭了 看里面都快中午了 好我们再一题 刚号的12.5的金色值 算出来之后 跟素线桌比较 哪个比较接近呢 这个不是问题啊 问题是刚号 刚号12.5是谁 好在他有时候 可以按计算机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爱上计算机了 帮我们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来 开始按了哦 我按一下给你们看 再按一次来示范一下 12.5开更好 对 看到哈 12.5开更好 3.53多 对 到底几位 他也没有说 好我们就自己取啊 3.535 3.535 3.535 3.53 3.54好了 他可能靠近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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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所以你选答案要选C 因为只有这个C的这个点座标 所以靠近3.54而且在右边 要比较大哦 要比3.5大的右边 所以答案你选C 这个C座标比较像 这样的问题哦 以上是我们教这个 蓝一 的 数息2-1 那个 平方根 与近视值哦 不是单元都要算好学啦 因为还没算到那个 根式的运算 那根式运算 你也不要怕 那个蛮好学的哦 那如果说你们学校已经 诶 这次段考 要考到根式运算 结果老师这边还没上到对不对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那个 数学很简单 可是你不是FB查啊 你是要那个Google去查 你查不到是吧 那查FB查到我那个FB的粉丝页去了 就发现我们都看不到那个东西了 用Google 会用其他方式查 那搜寻已经查 查那个数学很简单 那点进去看 我们有个课程表 就是把之前的 七八九年级的数学 全都录好了 那每个单元都有做一些解说 都很丰富了 那去看一下 那帮助你的学习 要学得更多 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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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